現在大家在螢幕上看到 音樂哀愁發生在英國 現在鏡頭之中的照鏈人被認為是英雄 我也覺得是英雄 背景後面大家看到 有些時代格某某的出現 換句話說 有一群人在示威 這個穿著紅衣的人做甚麼呢 他就坐在那裡吃薯條 然後聽歌 但是竟然被警方要上首寮帶走 這裡有個視頻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看BNO的人 在這五年未入籍的情況下 是要給國際室的服務 無法借錢呢 是否應該要幫他們 如果覺得幫他們 我可以去掐手 現在警察過來 這個人拿了一個大喇叭 在他耳朵旁邊 其實是想搶別人 但是現在警察 那時候 就要把他帶走 到底甚麼時候英國變成 不能坐在一個公眾地方吃東西呢 中國直直的樓盤 攜帶著喇叭來這裡 然後就給警察 然後就給警察 給警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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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攜帶了一個喇叭 在播放中國的國歌 在現場的香港人的討論聲中 現場警方介入了 現在現場警方介入了 現場警方第一 介入有沒有道理 是否合法 我想大家要想一想 你們一路開這麼多人 我坐著吃薯條 聽歌 為何你能吵 我也不能吵 這是第一 第二 當然我們看到黑衣人 好像很高興 我相信駐英國的中國大使 今次都應該出來說說話 看看為何奉公守法 完全沒有犯事的一個中國市民 不知道是中國人 還是英國人 我不知道 就是一個人 看來就像中國人 在公眾地方聽音樂 我不管有什麼 他們說他在播放是二孔軍進行曲 這是國歌 如果是國歌的話 我想更加需要警察 立即縮立 因為在國歌面前 所有人應該對他尊重 我反而把這個青年人 帶上手聊 帶走 這是非常大問題 我想中國領事館的外交人員 應該追查這件事 到底有什麼問題在後面 我們來看